这是一支最大功率为20瓦的磅灯 那我是如何只用这一支灯 在纯黑极简的室内场景 拍出这样的产品照片 又或者是这样的产品视频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芳 那和大部分新手朋友们一样 当我刚开始接触灯光时 也是从单灯开始的 所以本期视频我想用5分钟时间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以上照片和视频的拍摄思路和花絮 以及6种常用的单灯曝光法 方法一 顶光 将灯放在产品正上方 让被射体下方形成阴影 可以强调被射体的高度 或营造特定氛围 灯位方面 细微的差别也可以获得截然不同的效果 如果灯位于产品正上方偏厚处 产品正面受光不足会形成阴影 但也可以营造神秘的氛围感 如果把灯往前挪一点 产品正面受光就更多更均匀 细节也就更丰富 如果想控制背景亮度 可以加一块黑色遮光板 灯光方面 我使用的是 Sirray可伸缩全彩像素管灯 二代T60X 灯体小巧轻薄 菜单界面简洁 手柄握持也很舒适 底部有四分之一螺孔 能直接上灯架 做顶灯时 灯架可以轻松支撑 不用担心重量或空间问题 方法二 测顺光 将灯放在产品左侧前方 可以强化其立体感 同时保留正面细节 这是我想要更柔和的效果 但又不想使用硫酸屏 因为不希望过多的杂物 反射到产品 圆形且反光的瓶盖上 但好在T60X 拥有伸缩式设计 灯管可以直接拉长 发光面积一下子 就从33厘米增加到了62厘米 光线瞬间变得更亮 更柔和了 我还使用了转盘 让产品动起来 并依旧对背景做了遮光处理 增加产品与背景之间的明暗反差 方法三 后侧逆光加色彩来打亮产品 将灯放在产品后侧斜上方 产品可以与背景更好的分离 尤其是玻璃材质 让光穿透平身 可以体现其特有的透明质感 然后通过手机APP控制灯光 设为色温模式 调节范围可以从2500K到10000K 还支持红绿偏移调整 这里K值我选择了3200的暖光 亮度选择50% 我还使用了柔光镜 来增加梦幻的感觉 方法四 旁侧逆光加色彩来打亮背景 将灯放在产品左后侧朝背景打光 此时产品受的光一部分直接来自灯光 另一部分则来自背景值的反射光 光效更加柔和 这里我切换到了RGB采光模式 可以选择APP自带的色彩参数 或使用360度全彩色轮 灵活快速切换不同的效果 也可以使用实色器 更精准的取色 还有多种色纸模式可以选择 方法五 背景光 当灯光移动到背摄体正后方时 产品正面细节更少了 这时主要体现背摄体的轮廓 和整体的氛围感 将产品放在白色的玻璃板上 制造倒影增加空间感 然后将产品靠近背景硫酸纸 可以获得更加柔和均匀的背景光 T60X内置离电池 而且支持Type-C充电 可以边充边用 不必担心续航的问题 视频部分拍摄 我依旧是使用手机APP来切换灯光颜色 确保画面的动感与流畅 方法六 敌布光 将傍灯放在玻璃板下方 从下往上打光 后面用反光板的黑面做背景 然后在傍灯与背景之间放另一块黑布遮光 避免灯光影响到背景 打开底部光 此时被射体没有了影子 看起来像是悬浮在半空 将产品放在背景板上俯拍 就可以得到非常均匀柔和的背景光 我还尝试了不同的特效模式 获得更动感有趣的画面 T60X有13种情景特效和10种幻彩特效 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 那我个人觉得灯光不在于数量的多少 只要用心研究 即便只有一盏灯 也可以打出很多不同的效果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 请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点赞收藏投币或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